10月13日 松江区茅港镇湖光村举行的 2023年松江卯田谷秋季卯港发布会 即第五届卯田艺术节 在热闹的歌舞秋艳中拉开帷幕 为期三天的艺术节汇聚艺术和文化 通过互动展示 现场表演 分享体验等方式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全力打造卯田谷品牌 开幕式上 首批推出的13个特色村落 集中展示了各自的相遇与市场潜力 全力招商 聚合各方力量共化乡村振兴新蓝图 活动现场 浦江六镇与蛇山镇 发布了一村一特招商推荐 引入大型市场主体或品牌企业整体策划 统一设计 开发建设特色村落 聚焦吃住型游购于旅游六大要素 引入酒店 民宿 餐饮娱乐 休闲体验项目 发掘文旅资源 引入研学 露营 文创 康阳等新业态 松江区郑承邀各方力量 把美丽乡村 田园生态 精品民宿 飞翼文化等串出成练 携手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当天 两辆艺术节大巴缓缓使劲开幕现场 超300名来自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学生 带着他们的青春活力与无限创意走进艺术节 中文字幕承올 小学生 文字幕承讯 文字幕承讯 com 海中文字幕承讯 若文字幕承讯 福袁 达 小学生 文字幕承讯 文字幕承讯